各位同学,今天我要讲讲什么叫Divide and Concord Sorting 而其中一个例子,我就是叫做Merge Sort 它们跟Bubble Sort和Insertion Sort最大的分别 就是它将一个List斩开,然后逐个逐个Sublist,再逐个逐个Sort 比如说Merge Sort的做法,会用一个Recursive Procedure 叫做Sort,留意这个Sort的Procedure是Recursive的 就是自己再Call自己 所以你看到Sort里面,还有一个另外两次的CallSort Procedure 所以这里就会出现一个自己Call自己的情况 这样才可以不断地循环,运作下去 好,这个Idea是这样的 首先一个List,我们要Sort它时就Call一个Procedure 如果List里面有多一个Number,Element的Number 我们就要做下面这四件事 1、2、3、4 将List斩开作LowList和HighList 就是剩下一半 跟着将LowListSort它,再将HighListSort它 这里就要再Call自己 好了,做完这两次之后 最后将两个LowListSort和HighListSort 然后将ListSort里面有7个Number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第一句,如果ListSort有多一个Number 很明显,ListSort有多一个Number 那这样就会做顶部的部分 我们就会将ListSort 一个LowListSort 一个就是HighList 所以LowList有4个Number HighList就会有3个Number 好,下一步 第二步,我们就要Sort 我们就要SortLowList 就是红色LowList 就是9、15、12、20 但正正因为这个是一个Recursion SortLowList 红色这个 就会召唤回头 这个就是SortLowList 这个就是,我们写下它 如果LowListSort 我们就要再做了 Recursion IfListSort has more than one element 那现在我们就有4个Number 所以又要再做这个动作 Then,Begin,DivideList intoLowList and HighList 那就是这个简序 上来这里,到这里 又要将List 又要将它站开做2次 那所以 95就会是另一个LowList 12和20 亦都是另一个HighList 好了,这个就是LowList 这个就是HighList 那接着呢,我们又再做下一个 SortLowList 那大家留意今次的呢 就是绿色这个LowList 绿色那个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简序 回到这里,SortLowList 我们的绿色LowList 有两个Number的 所以,仍然是要继续再做的 又再DivideList intoLowList and HighList 那,所以好像这样 9和15分别是另一个LowList 和HighList 那但是今次呢,每个List 只剩下一个Number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这里呢 我们就将它 斩开做 两折 那但是呢,至于在这里呢 我们差不多可以停 因为呢 这个List 就是只剩下一个Number 那跟着呢 那跟着呢 我们又做Sorting SortLowList 今次是 蓝色 这个LowList 再Recursion 叫字 蓝色的LowList 但因为呢 这个蓝色的LowList 只剩下一个Number 一个Number 但是呢,这些东西就不用做了 下面的字 里面不用做 那所以呢 这里呢 这个Sort LowList 是Do Nothing 那啦 跟着呢 SortLowList 就自然去到Sort HighList Sort HighList 那同样 因为呢 这里只剩下一个Number 所以这里呢 都是Do Nothing 即Sort HighList 是没有任何Action 产生 那所以呢 就可以再下一个 Merge LowList And HighList 那这就要借助 我们之前学过的 Merge Egorithm 即将两个SorterList merge 变成一个Single SorterList 那所以明显 这个9和15 即一merge 的时候呢 这两个Number 就会是 就这样 合拼 变成一个List 9和15 那就是这样 将两个 连在一起 还有是Sort 9和15 那好了 现在我们完成这一部分 那但是跟着 做这一部分 还是这一部分呢 那其实在这个电脑里面呢 有一样东西叫Stack 叫Stack 那它就帮我们 keep track住 那些recursion procedure call 就是究竟是做到哪一个地步的 那要回头呢 回到那边呢 那我们稍后会再详实讲讲Stack 那暂时呢 我们take it for granted 应该呢 我们要作手处理的 就是到绿色的high list 就不是红色的 因为呢 我们recursion call 摊回头呢 摊回到绿色的层 最后会摊回到红色的层 那所以啦 我们这个呢 今次呢 再翻过头呢 就会Sort 绿色这个的high list 那或者我们 抹抹它呢 绿色的high list 那如最推呢 今次呢 我们只剩下12和20 那同样都是要将这两个数目呢 暂开两折 对啦 那情况就像这样啦 12和20 那现在我们就来到这里 Divide the list into low list and high list and then 跟着Sort low list 和Sort high list 那因为都是只剩下一个数目呢 那所以呢 最后面这两个Sort low list Sort high list 都是什么都做不到的 那呢 下一个Step 就会是merge low list 和high list 那好了 我们将它merge 在一起呢 对啦 12 跟着呢 到20 那跟着再下呢 其实就会是merge 这个 两个 由绿色的low list 和high list 走出来的东西 那直接将它merge 在这里 用个merge algorithm 那就是这样啦 就是这样啦 就是merge 它 9 12 15 和 20 这样就完成了 第一个红色low list 的Sorting 那当然 最后这个红色的high list 其实这个情况都是类似的 各位我都顺序了一次 我们斩开两个List 一个Low List 一个High List 这个是单丁的 那么重要 例如我们六四是一个List 八就是单丁一个High List 这里有得再斩 我们用Divide and Conquer 即将它斩开两个先 八应不可以斩的 由它继续存在 接着到Merge 六和四Merge 但Merge的时候 亦都会将它斩回合次序 八应不可以斩的 它继续存在 现在四六和八要Merge在一起 就会是这样 好的 好了 最后大结局 我们这个红色Low List和红色High List 都分别斩了 最后再做一次Merge algorithm 十四 四 六 八 九 十二 十五 十五 二十 好了 终于大功告成 这个就叫Divide and Conquer Sorting 这个精神就是将一个很长List 斩一半先 将一个大问题 斩成两个小一点的问题 但其实这两个小一点的问题 和原本的问题都是相似的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实它和原本的问题 做Sorting的Problem 其实是相似 其实可以说一模一样 不过Size是小一点 所以为何叫Divide and Conquer 就是这样 将Big Problem Complex Problem Break down into Smaller Subproblem 然后又再做 Sort 当然这里再用多招 叫Recursion 亦都要借助一个Merge的Algorithm 才完成得到 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Sorting的方法 其实这个例子叫Merge Sort